大家好,我是李守红 咱们这节课接着讲ZB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咱们上节课讲到了查询流程部署列表 然后稍微提了一下查询任务列表这个部分 然后咱们这节课把查询任务列表 查询一个人的代板任务列表讲完 咱们看代码 咱们还是新建一个项目 新建一个工程 教室 还是老步骤 把这个关掉 然后呢把这个新工程部署 咱们开始上节课这个代码 咱们接着在上节课的基础上做 上节课咱们就写这个方法 查询这个代板的一个任务列表 就是部署列表 咱们这节课 然后写一个新列表 查询新列表 咱们叫它查询这个 个人的一个任务 咱们叫Task 这个Task 这个Task 咱们去查 咱们去查一个人的代板任务列表 首先知道这个人是谁 所以说咱们需要 还需要一个参数 然后获取这个 获取前台传过来的这个人的一个姓名 咱们就用Request获取就行 假如咱们先别代码先不理会 假如咱们这个人的姓名就叫做Name 他用Request获取 咱们叫Name 然后使用Task 查查询这个任务列表 咱们叫Task 这个就是查询这个Name的任务列表 然后呢就是把这个任务列表 和这个原来这个流程部署列表一样 返回个界面 这个区别就是这个和流程定义列表 其实一样 咱们这个任务它也是一个接口 咱们可以看一下 把原码导进来 S2C下面就是原码 它也是个接口 然后呢 所以说它也需要一个实体力去转换一下 接口是直接转换不成再生的 所以说咱们必须这块也写一个实体力 就叫做Task Edit 里边都有哪些数据呢 咱们看任务里边有那些数据 咱们任务里边一边有ID 有名称 还有一个assigner 任务的运游者 其他的还有创建时间啊 包括这个经理时间啊 很多属性 咱们知道这个有代表性的 咱们找ID name 还有一个assigner 这三个属性 咱们看ID 也是顺利型的 任务的名称 然后任务的一个assigner assigner就是一个任务的运游者 就是他 然后给他们添加get set的方法 然后这块就可以和那个流程部署一样了 然后让他返回就是这个 然后先建一个这样的list 把它引入进来 类似个咱们叫task 咱们把这个类似的 剩下就完全一样 id就是这个的list的get id name也就是他的get name 唯一不一样的这块就是一个get get set assign get assign 然后把它加进来 然后给他返回 这就完了 这整块这块就做好了 后台咱们代码写完了 然后写页面 页面也是模仿那个的 这块正式一点加一些注释 叫获取任务 个人任务 咱们叫获取流程定义 这块 这块呢 这块这个类似的deploy 咱们再加个list task 咱们把那个复制一下就行 把这个dep 这个页面复制一下 那边去改一些东西 这些都不用改 唯一需要改的就是这些 这个里边的这些 这个就是咱们使用eley的方便之处 好多地方都可以复用 做一些 你写一个新的列表 里边需要改东西也特别少 id name 就改这一个就行 我塞哪改成 又称id 这块叫做任务id 这块叫做任务 任务 叫任务接收人 叫任务 叫任务 名称 任务 结点名称 去切缩缴 然后写完了以后 这块 咱们就类似个task 类似task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咱们这块有一个参数 就是name 咱们就传一个name 咱们传一个name 传什么呀 以前咱们用过的 常用的name 就是a 咱们用户叫a 然后看一下a用户 有几个任务 这个可以变 然后呢咱们看一下 把它留成 起来 把这个项目起来以后 咱们开始运行一下 看行吗 然后这块 然后咱们把这个 配上去 咱们叫他 我任务 我任务咱们叫放到这 我任务 然后就ok了 咱们看访问一下 看一下效果 这块 打个断点 看看能否拿到这个边 第一步 看到能否拿到边量 第二步是否可以拿到这个列表 第三步可以是否返回 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 这bpm 10 咱们已经讲到10了 ok 点击我的任务 咱们看一下是否能过去 点击我的任务 拿到了a 没问题 咱们看一下a 任务有 用户有任务没有 有一个 就叫task1 来 然后走完 咱们看一下 这块有什么问题 是有一个 数组越界 可能就是这个类似的哪时候有问题 然后咱们看一下 咱们再走一遍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上一段1 没问题 然后看一下 geti 到geti这就出错了 咱们看为什么出错 应该是他 咱们写错了 应该是list 而不是list task list task 咱们还没有复制呢 我重新来一遍 这样就ok了 看一下界面 应该是出来了 就一个任务 任务id是70013 接受人是a 任务界点名称任务1 没有问题 咱们也可以看一下 是否有其他的任务 如果要获取其他用户任务 的时候 这只需改一下参数 这个参数咱们现在是写实的 将来大家去用的时候 肯定是 是活的 他这个可以去动态的登录 拿到登录用户当前的名称 然后去查他的任务列表 然后就ok了 咱们做那个测试的时候 用过了好多张三 咱们看张三有多少个任务 我看到张三有多少个任务 张三没有任务 没有的他肯定是没有的 咱们应该就这些任务 总的来说 他就不管不管是张三也好 是任何用户也好 只要这款传入他的名称 后才接触到他的名称以后 然后查去更用这个方法 Fired personal task 个人的名称 个人的任务 然后就能查到他的任务 查到任务以后 你把它 由于咱们这个任务 Task是个接口 直接转 用这个Spring的方法 去转这个Json格式 是会出错的 就是前台会收不到 EUI不解析这种格式 所以说必须使用 就是咱们去这块给的动态 去转一下 重新复制一下 然后去传到界面去 这样的话 EUI就能正确解析这个格式了 解析以后 咱们整个就 这块的查询任务就做完了 就能看到我的当前 一个我的用户的一个任务 这个就是咱们查询任务列表的一个功能 咱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